生命力量的全員 梁王之法菩提心 在面對生命苦難的時候 怎樣運用我們本智具足的力量 克服和超越困境呢? 就是法菩提心 在梁王寶燦卷義提到 法菩提心利益一切眾生 就是對如來的最上供養 為什麼是菩提心呢? 菩提心是向善向上的心 指引我們朝向生命的正途前進 菩提心是覺悟的心 為我們破除無名煩惱的覆蓋 菩提心是成佛的心 包含著慈悲、忍耐、無我等的菩提發心 然而 當面對生活和工作時 自己知道要發菩提心 但仍感覺到無力和挫敗 那都是因為心中有一個我 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眾人的力量是無窮的 當發起菩提心 就是擴大我們的心量 當心中有人 願意付出一切去成就對方時 我與大眾融為一體 假以時日 因緣自然聚合 最終獲得完滿成就 聖魂大師 亦常鼓勵大家要肯定 我是佛 要發菩提心 勇於承擔 不斷突破自我的局限 和超越過去的自己 所以 發心 令生命有力量 發心 讓處世有因緣 發心 讓成就更圓滿 我請教你 穿得很重 他的身材